在新兰呢,康宁不仅有雇主,而且还有房东 虽然说呢,房子是租给你的 但是你用他家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呢,你之前洗衣服用洗衣机 每次用的很多了 然后他就说,啊,你得省点水啊,这水费挺贵啊 我就以为了,那房费都包括在水费当中 为什么你还会这样呢?很适合理解 还有呢,没经过你本人同意 然后我就进入你的房间 然后去查看,不知道查看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天就跟你说 啊,你这个毛巾架不能长时间打开 因为毛巾架是电热的那种 不能长时间打呀,你得关着呀,浪费电呢 当时我就呵呵一笑 然后呢,就是我朋友的一个房东,更是离谱 住完房子,然后洗衣机竟然让房客自己买 这真是奇葩啊 每次呢,这个房东都特别哭穷啊 啊,我这房子每月要好几千的贷款呢,对吧 然后就哭穷 既然让这个房客去上这个二手五网店去买 合同都签了 那洗衣机日常用品都包括在内,为什么不给买呢 然后那房客呢,刚来不久嘛 所以也不是特别了解,跟他说完之后呢 他还是忍气吞声 也不想惹太多麻烦 所以我建议的还是换一个房子还是比较好的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房子竟然还哭穷 我的天呢 那你享受你住的房子,你还哭穷 我的天,然后就不给买各种理由 这种房子那真是太坑了 您遇到这种情况吗